哈喽大家好,我是高提示高烧研究所所长Jason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什么是MOI MOI通常我们也叫转动惯量 表示一个物体围绕一个轴旋转的时候的惯性大小 惯性我们很熟悉就是 假如说一辆卡车和一辆汽车 那同样刹车的情况下 那可能卡车的距离就要比汽车要远得多 因为它惯性能大 那么应用到干头上也就是说它的MOI越大的时候 阻止它转动的这个力就需要越大 虽然说这个挥干的过程是有很多个轴来参与的 你的腰是轴,然后你的胳膊是轴,你的手臂是轴,你的干身是轴 但是通常我们说的MOI表示干头围绕干身旋转的这个力 但是通常来说它是围绕着干身的重心点来旋转的 所以说干身在挥动过程当中的旋转 MOI对它的影响并不是太大 虽然也有,但是影响并不大 但是最重要的是机球以后的变化影响 这个趋势是会围绕着它的甜蜜眼中心旋转开的 比如说在这个点击球 那你的干头会有一个向这边旋转的趋势 但是MOI大的干头这个旋转趋势就小 然后MOI小的干头这个旋转趋势就大 那么我们之前讲齿轮效能的时候有讲过 你的干头当这么旋转的时候 你给球施压了一个这样旋转的力 那么所以你在这一点击球的时候会有向左取的趋势 然后你在这个点击球的时候会有向右取的趋势 那么MOI大的意义就是减少这种齿轮效能的效果 让非甜蜜点击球的效果更好 那么不管是一毫木还是球道木,铁杆,挖起干,吹杆 全部都是有齿轮效能的效果 而什么样的干头MOI会大呢 其实重心点约靠后 整体干头的重心深度越深的干头 可能相对来说MOI就更大 然后干头的中心轻两头沉 那么相对来说它的MOI就会越大 如果中心沉两头很轻的话 那它的MOI就比较小 假如你的击球甜蜜度非常好的话 那其实MOI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你的能量能够全部集中在击球点后面来击球的话 那能量传递肯定是最完美的 但假如你的集球点不够好的话 你可能重量分配在一点周边 是对你的容错性会比较好的 在铁杆上也是一样 那刀背的铁杆相对来说 MOI可能就不如凹背的铁杆那么大 因为凹背的铁杆重心比较靠后 然后比较分在周边 所以高差点的铁杆它相对来说它的重量配置就以周边为主 这样那它机球的稳定性就会比较高 但是刀背铁杆其实它的重心就比较平均比较集中 但机球的密度就会更实 然后手感也会更好 所以MOI基本上现在最常见可能都是在一号幕上 那一号幕会有些品牌会说我们的MOI提高了4% 或者提高了10% 那通常来说它表示你的干头的容错性可能稍稍有些变化 那么关于MOI的内容就给大家分析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问我 谢谢大家再见